哈喽摩羯座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事业运 事业运这边是一张塔牌 代表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 尤其塔牌放在事业运 如果是正位的话 那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天灾人 或突如其然就来了 来了以后一时之间很难以去招架 但是因为它是反牌 所以你很快就看开 然后赶快运用最停止损失的方法 去解决这件事情 刚刚好你的罗曼牌 一张是十字架 一张是蛇 这个十字架暗示着说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命运 你现在碰到了这一个很大的危机 基本上就是命运的安排 它是很难逃离的命运的安排 如果是这个时机 那大概就是疫情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但是它对你而言 也是一个很大的测试 对你的能力 对你的灵魂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审讯 一个很大的挑战 只要你抱持的信念 你就可以度过这一个困难挑战 就可以度过这一个灵魂暗夜 它的发生的时间是极快的 能量也是几度负面的 可是如果是财政上有问题的话 那么很快的会有人给你援助 这是一个部分 如果只有这张牌 应该是会有援助 但是你这边又有一只蛇 那又有一个七号牌 那可能就是你这份援助 就是有欺骗的嫌疑 因为保健期 刚好你旁边有保健 所以有可能这份援助 很快的又被撤回 这个要因人而异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那这个是比较大众的状态 总之 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事业运 不过这张牌卡 马玉兰 它的出现却是代表说 其实你很喜爱你目前的事业 你也非常喜欢你目前的工作 你几乎是把它当作兴趣在经营的 这是绝对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就算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 你依然不会有换工作的想法 而且算是这一个很大的挑战 让你越来越看清楚 越来越决定你将来的目标要在哪里 因为这一段危机也是转机 如果度过了那将来势必就是生龙活虎的 因为在最难的时候都可以做得好了 等到牛逝的时候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应该你的能力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蛇也代表有背信弃义 然后问题很复杂 然后有人在嫉妒你 有人背叛你 里面的有一些羡慕、嫉妒、狡诈、诡异 然后比较负面的一个剧情 然后这里是一个女人 所以主导这一切的比较负向的能量 可能会就是一个贵妇级的一个女性 但是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女人 就是一个比较高贵的 你看她衣服穿得很好 就是一个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女人 但是她难以相处 然后她会给你一些空头支票 其实大部分来说 她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还是有一部分的人 你是可以度过难关的 不过碰到这些呢 确实就是命运 好了我们来看感情运 感情运一字边是行目薰衣草 代表其实都是你在付出 都是你全心全意在付出 然后她给你的爱是花而不识的 如果你这张圣杯衣没有蛇的话 那无疑的会是还是好的感情 因为圣杯衣就是满满的爱 但是你的圣杯衣又有一只蛇 那几乎就是它有一种 在欺骗你的感情的感觉 然后你这边又一只蛇 又有七号又是欺骗 所以这个欺骗的能量是非常的旺盛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35号牌 虽然比较中性 但是很缓慢 然后很稳定 很长久的老夫老妻 我觉得那是OK 那因为就是你就是很长期的为你的家人付出 你就是家庭的中流砥柱 我觉得那是安定不便的 持久的安全的稳固的能量 那是OK 但是如果是刚认识没多久的单身还在谈朋友的 那就比较不建议 因为感觉上这个都是 就是一定是你这一方付出给他会是比较多的 这个是确认就是你比较爱对方的 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而且这个如果对方是一个女性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反正他一定都是 尤其是女性 因为你这边有个女性 他绝对都是花而不识的 就是很爱玩很爱美 然后你要赚钱供养他 然后他做的事业也是不会赚钱的事业 虽然他的企划能力很强 但是他的执行能力很差 总而言之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你会一直不断的为他付出 目前的能量是这样 但如果我说过 如果长久以来就是已经结婚的 那有些人的姻缘就是这样 那无可厚非 那如果就是还在谈朋友就考虑一下 还有咱们来看这个学业运 学业运这一张是罗勒 他是一个可以展现出考试实力的学业运 因为这个是工作态度很积极的 学业运是最好的 就是学业运是可以摩羯座六月算是可以考上 就学业运是没有问题 其他的事业运跟感情运感觉上都没有那么的顺利 唯独就是学业运 因为你学习的欲望很强 而且钱币是代表你牢牢掌握在手中 就是你紧紧抓住都不愿意放手 一直很谨慎的去守城 然后绝不改变的那种能量 你就什么东西 你学到了你就一定要把他背手紧紧的抓住 我这种感觉 那确实你学习的欲望也是不错 然后再加上这个权杖期就是 你是很努力的去战斗 很努力的去学习的 而且这里八号牌又有钱币 但是因为是八号的钱币 所以他有钱币八的意向 就代表说其实你是很认真很努力的 那就算是钱币九的话 那也寓意着将来会有一个很美好的 自己自主的生活在等待着你 所以我觉得就学业运是非常好的牌 只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这个图像是一个棺材 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它就是身体会不舒服 它代表死亡 代表丧礼 代表黑暗 代表安静 代表生病的能量 就是几个月之后 这个能量才会慢慢的淡去 这能量比较负面 而且比较不安 可能如果是疫情期间有这个这种牌面 我是觉得也正常 因为疫情就是生病的能量 就是尤其如果你居住的地方 深受疫情困扰的话 那这张牌就不需要太在意 那如果你的居住的地方 可能没有疫情的原因 那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可能你的身体健康会遭受到 外在的一些风寒 那种种的清洗有这种感觉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张 那个灵性牌卡写 上面写着爱 然后南方灵性道路 伴侣伙伴无条件的爱振奋人心 这个是大概六月份的灵性指引 就是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扉 去学习无条件的爱 然后去经验生命当中 各式各样的爱的奇迹 因为它算是一个劝你在打开心胸的一个过程 因为六月份的这个剧本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开心 可是这张牌卡的出现 代表说它在强化你目前 所有的关系 特别是伴侣关系 如果是伴侣关系方面 就是你付出比较多的话 那因为有这张牌卡的出现 它仿佛也寓意着说 其实那个人未必不是你的灵魂伴侣 他未必不是你真正的适合的生活伙伴 尤其如果你们已经相处很久了 好多年的话 那你这样的关系确实也是稳固的 这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这张描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稳固的关系的能量 只是你亏欠别人比较多 所以你付出的爱比较多而已 而且但是它这个牌卡在 它出来的寓意就是说它在协助你说 尽量的让这一个关系活化与强化 而且让彼此都能够绽放比较纯洁的爱 就是让两方的情绪都是非常的流畅的 然后都是对对方的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去欣赏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如果是最后这张灵性牌卡出现的话 那感情运的话 大体上也是不需要去烦恼 你跟你伴侣的未来 你只是要顺从你的内心 并且让爱去引导你 那通过五条线的爱 无论多差的伴侣关系到最后都会转变 因为愿意付出就比较不会有挫折嘛 因为你自己都愿意接受 而且假设已经磨合很多年的话 那绝对就是在那个过程中 你还是有学习到你才会那么欢喜甘愿的去付出嘛 所以大体上来说 这个也代表着 你已经走上了创造幸福的一个道路 而且你看这个 这是一对 这个是假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然后各自就是在他的位置去守护 他们想守护的价值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配合的话 那也是无可厚非 确实有一个部分会付出比较多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就是你们 讲好的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条件 而且或许你们的爱的故事 一旦分享出来 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好了那我就解到这里咯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